嘻嘻嘻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德來玩我們的KO4STAR 今天是5月14日星期日 好 13號的推波給的是 呃 給的是這個代幣啦 就是幸運機會 幸運機會 1000嘛 所以你運氣如果比較不好的人 就多10抽 多10抽 基本上應該可以5星了啦 我來抽一下好了 我把它 因為我現在還缺一個記憶嘛 我現在這個方塊金是三星 來看一下 方塊金 在這裡嘛 三星嘛 然後記憶的話是 3個 因為我這個還沒還沒換出來啦 不是這個 另外一個 嗯... 殘配的 我也沒有特地刷啦 但是我想說要不要再刷一下 主要是你如果要你的VR快達強的話 你還是要有他們的套卡 那你就要去抽戰鬥卡 那你就要去抽戰鬥卡 我現在是4萬紅寶石嘛 我應該是不會再抽了啦 應該是不會抽了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然後我現在我待會會玩 就要抽成... 成配阿奇拉跟那個方塊金 結成金跟方塊金 打一下那個方塊金卡法 呃...因為一個禮拜又快結束了嘛 你們看到裡面是禮拜天啦 禮拜天就多打幾場嘛 禮拜一再收 收尾打最後一場 那我明天拿到代幣之後 我再來抽那個十連抽 第一彈十連抽 應該是第一彈啦 看看有沒有機會 白嫖到成配或是... 或是這隻方塊阿奇拉 結成金 不然我結成金... 最多就是三星馬 然後成配就90等 是沒差啦 因為那個副本 這個應該是有人會去算那個... 有人去算那個這個任務啦 呃...我的目標是這個阿 這個阿 這個拿他就好啦 一千不用阿 無所謂一千無所謂 所以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要求 沒有什麼壓力 然後這個... 這個活動召喚少抽十次也沒差 就是殺了那個副本 蠻多人都過了吧 那個網友有分享說 哇...有人打999B是不是 直接打爆他 就是...四隻輔助 一直換嘛 然後主力輸出這樣 哇...你看我都沒帶筆耶 沒得抽阿 沒差啦...我的目標就... 這個... 路哈爾可以三星就好 我有兩張保底券的嘛 好...那我們先來轉一下 然後把這隻... 初代風格練到五星 他算是一個輔助角啦 然後... 就打一下這個 我們今天就打一下... 玩一下這個 滴多邊形 你們看到影片之後應該是六場阿 記得消化一下阿 不要忘記咧 忘記你就少拿一個EXGE EXE看看抽到什麼顏色的阿 然後上次如果你運氣跟我一樣 有時運氣 就是你殺的比較低的話 你這個應該也不夠吧 也不夠讓你去轉化一個阿 我好像缺五十阿 上次只拿二十阿 只拿五十阿 他轉化好像一百耶 偶像看一下 反正我不能用阿 我先轉化一下阿 呃... 預變跟屬性 他應該是要支援才對阿 他怎麼沒有先跳出來 人家跳出來 你看要一百阿 這個水晶 彩虹水晶要一百阿 你才可以去換顏色阿 而且你要吃掉你一些紫框阿 這邊有一對這個阿 這個現在還是有用途阿 吃掉這個就好了 每個禮拜換一個嘛 好我們先來把它轉出來吧 轉這個很簡單阿 現在很簡單就這樣打勾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還是會卡一下 就按個確定吧 反正已經拿到了啦 無所謂了 一定拿得到 一定拿得到 不過這次好像比較貝耶 已經...感覺二十了耶 快二十了吧 對啊已經快抽滿抽好了 我們停止好了 中斷一下 反正你應該會跟我一樣會多一兩個技把我的想 這次你應該會多阿 因為他還有九天嘛 給的很寬裕阿 來升級一下 來覺醒一下 夠不夠阿 哇不太夠 他應該是猛打吧 對不對他應該是猛打 有人問說要升什麼好 當然是猛打阿 當輔助阿猛打阿 好這個我來把他練一練 我把他弄到五星然後 一二技能給他弄弄弄弄好 我們再接著玩 我們先暫停一下 阿五十等了五十等了 那就攻擊二五貫穿十 然後失誤 使用猛打 我來看一下給大家看一下猛打阿 有人在問嗎 好猛打就是輪替重置嘛 然後打機型傷害增加50% 所以你打那個多邊型金卡法的時候記得切這個阿奇拉 給他觸一下這個猛打 那如果你怕沒辦法的話就是關掉吧 自動開覺醒進的把他關掉 呃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關這邊 這邊把他off掉 這樣就可以自己切過來把他打開 猛打15秒爆發這樣打一波 好 那因為我都沒有抽套卡嘛 就只能用那個 Rush套卡 Rush套卡 然後也沒有特殊卡 特殊卡我只有抽一張 因為是給那個 給我這隻用 其實我戰鬥卡可能應該再抽一下吧 因為戰鬥卡我好像 二三十抽抽到 三十抽還幾抽忘記了 就抽到結成金跟陳沛的特殊卡 我就停一下我就沒抽了 我就省紅寶石阿 阿陳沛90等 能一星比較好沒辦法就90等而已 陳沛他有什麼輔助阿 看一下他大概有什麼輔助 喔增加我們那個 黃屬性的就Akira的 結成金啦因為那個這周 這周是黃屬性跟紅屬性 所以我會這樣搭配就是 這三隻可以搭配 然後迷中部 好回血是不是 減傷 好然後那個方塊金比較多buff吧 復習一下復習一下 這裡攻擊力加50% 你要給AI用阿 你要給AI用不然就只要切切過去用阿 我拿這邊也是 加他爆傷阿 還有打擊型主動技80% 而這都逗號喔 包括自己的隊員 所以他是一個超級輔助 對象受傷身傷50% 好 這個你都可以拿來打那個啦 打那個沙拉應該都可以用 那他們的秒數都還蠻久的阿 15秒 你就換人嘛 換一輪然後buff上來上 然後那個 屬性隊的就是那個弱點隊的 平衡攻擊防禦隊的 你就換那個你的阻力去打一波 我沒有打阿 但是聽大家都是這樣說嘛 有興趣的人應該也都網路上看過那些影片吧 好大概是這樣吧 那我們就 來玩一場 練習一下 我還沒有 我才練習一下下而已 我打不高啦 打不高的原因是因為一星嘛 一星你絕情石 只有一顆而已 你三星可以裝五顆阿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套卡 套卡要有 然後你這個 這個點開之後傷害會爆增 三星之後這個可以點 鐵三靠應該要點到五啦 另外這兩個就 不知道可能就四五五吧 所以傷害會差 好幾倍吧 可能會傷害會差好幾倍 一星跟三星 然後再來就是五星 這遊戲是一三五阿 五星的那個覺醒ES技能是更猛 看它是什麼 Akira是什麼 忘記了耶 是集中嗎 這隻結成金是集中嗎 這隻結成金是集中嗎 打集專加集中對嘛你看集中 呃提龍換步喔 那是技能三吧 提龍換步技能三可以連按4秒 然後有鐵三靠 鐵三靠可以連按3秒 壓起來7秒 然後放個奧義 放個奧義有沒有這個 這個集中冷卻又好 因為冷卻15秒 對吧 就是很猛阿很猛阿 就放個奧義 長奧義下來 技能再放一下 好 一二技能好了 就可以連用 連用完這個 在那個提龍換步 提龍換步完就鐵三靠 可能是這樣啦 然後就可以無限用 然後這個Akira傷害就很可怕 那我現在沒有我現在只有一星 嗯明天吧 明天等我弄到三星再打打看 今天先這樣粗略玩一下 這就是200抽就可以辦到了 200抽 200抽就是這種實力 爛爛的實力 跟那個800抽不一樣 好今天就來玩這個 低多邊形風格的金卡法 好 不管他什麼落點阿好不好 都不管 我們都不管我們只要看這個 紅屬性跟紅屬性 那我這個紅屬性是廢物阿 SS廢物 大概打20幾匹吧 廢物 這次的SS跟上次 那個亞歷三大有差 上次的SS跟PS可能可以打340匹吧 這次的都只有20匹左右 二十幾匹阿 爛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 這邊不一樣吧 這邊效果不一樣 有差吧 好那我們就來練習一下 我來練習一下 好來吧 呃隨便打到100多匹阿 我在一星而已喔 一星 那他準備換人 換人放那個猛打 多點傷害 那他爆氣又按錯了 不要爆氣又按錯了 好隨便打100多 其實我要爆氣阿 猛打加爆氣就按到那個 另外一個技能 欸我發現我那個阿奇他會死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那麼脆皮 誰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好 好這次我沒傷害阿 我們不打了 大概120阿 一星到120阿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三星的話 兩三百應該有機會 應該有機會 因為那個整個傷害會拉起來 整個傷害會拉起來 好那這一期 這禮拜就用這個組合 這禮拜用這個組合來打 那那個紅屬性我真的沒有搶的啦 給大家看一下紅屬性 都是渣渣 都是渣渣 這個 只能上這個SS阿 沒辦法阿 你上這個雪魯咪或是這個 正元哉 雖然是ES格鬥家 可能傷害也差不多阿 而且我沒有那麼多好的套卡 可以用 因為都沒抽阿 每次都為了要省紅寶石都沒抽 好那如果你還沒打的話 就禮拜天禮拜一 抽空打一下 那如果你剛好有抽這個結成金也可以用一下 反正我的目標就是這個阿 剛剛有講阿 這個16000應該沒問題阿 這個打完可能就 不知道多少耶 要算一下阿 我來看一下阿 阿不要算好了 反正 應該是拿到因為還有一個禮拜 嘛 好那這期就先這樣囉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